中国第三大姓氏近一亿人,两千年没出皇帝,原因与玉皇大帝有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这些姓氏是怎么来排名排序的呢? 在宋朝的时候,赵乾孙女,成为百家姓,乾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乾堂地区, 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前氏,吴越国王前处郑飞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 成为百家姓前四位网络图片在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十多亿姓氏中超过五千万的有六千四百万的流行, 八千五百万的张姓,九千万的王姓,九千五百万的李姓加起来就占总人口的半壁江山崖, 李姓有唐朝和后唐,王姓有新朝,刘姓西汉东汉,蜀汉,南朝宋,武戴后汉, 臣姓有南朝臣代,阳姓有随朝,赵姓有北宋和南宋, 却为何单单张姓没有一个皇帝呢? 网络图片细数那些最解禁皇帝的英雄人物活着枭雄。 有明末农民起义张献中原末割据政权张史诚黄金起义的张教兄弟, 他们也只能说是称王罢了算不得皇帝, 所以民间打去说天上的玉皇大帝姓张, 所以天秦规定凡间皇帝不能由姓张的人做网络图片如果非要说正统的皇帝, 那么还真的有一位那就是靖康之难后被金国强立为为楚皇帝的张邦昌。